故事是嘎嘎精彩 喜欢听的给老弟来关注 来个咋 报权了 咱们收接上回讲到 周小斌在当天中午12点半左右 接近下午1点的时候 已经在葫芦岛国际大酒店 把天津全建集团董事长 苏玉辉身价700多亿的大老板 打的是头破血流 这边时间来到1点05分钟 苏玉辉离开了国际酒店 来到了楼下的车上 气不打一处来 把电话打给了天津 天津集团的董事长 叫做李金元 也是苏玉辉要好的朋友 这边电话这么一接通 苏玉辉的口气 很是不对 那么李金元也听出来了 苏玉辉说道 李哥呀 这边李金元说 玉辉你又发生什么事了 我又发生什么事了 我这边很有必要的告诉你 我要把那个叫做周小斌的 给他毁掉 给他消户了 李金元说 周小斌我知道 他又发生什么了 李哥呀 周小斌他又发生什么了 我来告诉你吧 他爸爸虽然现在是全国政法医把 周大老板 但是他周大老板 也不能一直重用他的儿子在全国各地 不计成本的去犯罪吧 在天津你也知道了 现在已经渗透到葫芦岛了 这边呢 已经跟这个辽宁的政法医把 苏洪章和辽宁组织布一把 苏树林 狗同 来到葫芦岛 把葫芦岛 正在跟我苏玉辉吃饭的 地级寺的一把祭祭 张静强给打了 连我都没能幸免呢 这边李金元这么一听 若你在葫芦岛了 是的 李哥 我这边是什么意思呢 我希望你尽快通知一下你家老爷子 帮我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 我现在在葫芦岛 已经骑虎难下了 李金元当时这一听 对不对 老爷子 你们也知道 叫什么李大老板 李什么什么什么 还 说 余晖啊 这样吧 毕竟老爷子 也上了岁数了 这个事情 我也是刚刚知道 如果说在我知道之后 周小斌 继续 做这种 对你 不利的事情 我会跟老爷子说的 大使玉辉 你要记住了 小不忍折乱大谋 你一定 要把周小斌的犯罪成本 收集的足够多 我才能跟老爷子说 这边苏一辉 听出了李金元 话里有话 但是 也是勉强 答应了自己 这边 给自己 解决了 接下来 要跟周小斌 火拼的时候 白道的这种 后顾之忧 也就是说 能去抗衡 周大老板的人 也就是 我印识的 李金元的爸爸 叫做 李 就什么什么什么 还了 这边 你看 白道已经 找好了 跟李金元 把电话 这么一挂 这 黑道的 苏一辉 就打给了 葫芦岛当时 万家灯火娱乐中心的 这个老板 也是一个 皮子 叫做 刘中东 这边 刘中东 这么一看 苏老板 打来的电话 夸查这么一接 哎 苏老板呢 我是刘中东啊 万家灯火 永远欢迎您 您来 葫芦岛了吗 这边 苏一辉 开门见山 呃 中东啊 我知道 你欢迎我 啊 我现在 是在 葫芦岛了 这边 我晚上六点 也会去你的 娱乐中心 但是 在极客 你必须 给我 马银 要一百银 不马 八十银 不要站队行的 要 敢打 敢干的 最好是那种 啊 就 亡 命 图着 这 刘中东 这么一听 苏老板啊 你在 葫芦岛了 谁把你给野了 生这么大的气啊 我 刘中东 在 葫芦岛 也是 很社会的 你说出 他的名 把电话 给我 我一个电话 就给你解决了 不用给他 对方 这么大的排场 这边呢 苏玉辉说到 他不是 葫芦岛的 他是北京的 一个 一个 没老板 这样吧 晚上 手要黑 刘中东 说 行了 苏老板 我知道了 我尽量 给他 往 没了 干呗 苏玉辉说 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 先挂了吧 晚上见 爬上这么一挂 你看 这黑的 也准备完了 这边呢 咱就有必要 再把视角 转回到 国际大酒店 这边了 辽宁政法 一把 苏鸿章 以及 组织 严肆部一把 苏树林 已经提议 一点多钟以后 要给这些 胡道 这些 小官啊 开一次会议 这边呢 也告诉周小斌了 你这边 也受伤了 你就别去了 你也不是 这个系统里的 这边周小斌 当时也就没跟着来 他们这一行人呢 二叔领导 还有葫芦岛的 一把 张静强 还有阿诗部一把 王立科 也来到了 市委的会议室 当时这二叔 就给他们开上会了 首先是杀鸡静猴 提议了 就是之前 在这个行政大队 把这张照忠 和深藏素 给开除的事 给他们听了一下 也把王立科 给计分处 处分了 那么当时 又说了一些 冠冕堂皇的话 会议也就结束了 这下 人都出去了以后 这会议室 只剩下了 这个葫芦岛的一把 就是张静强 和这个 二叔领导 在里面 你看 这王立科 也是接到 二叔领导的 这种传达呀 也回到了 这个阿师部 要去告诉 这个张少忠 和深藏素 你俩 明天 二叔领导 回到省里 就要把你俩 下文件 给开除了 但是王立科 他也没有脸 去正面去 跟他俩宣读 所以说 当时 王立科 就把电话 打给了 当时 没有在阿师部 办公的 葫芦岛 阿师部 副局 叫做孟兵 让他去处理此事 孟兵也表示了 说这个王局啊 我在外边 也处理点事情 一会儿回去 我到行政大队 亲自把他俩给处理了 这边 也说好的 你看 这也是程上起下 那么咱们再把视角 转回到 这个 市委这边的会议室 当时的会议室 只剩下 这个二叔领导 和这个葫芦岛 摆到一把 张静强了 这二叔领导 也是给张静强 破译听周小斌 说是周大老板 给我们打的电话 让极客到葫芦岛 把这个周小斌的事情 给处理好 那么你张静强 挨打的事 你虽然满心不愿意 你 也得挺着 虽然你是葫芦岛的天 周小斌在葫芦岛 怎么样 取决于张静强 但是你张静强 怎么样 取决于周大老板 你明白这个道理就行 张静强当时始终 还是转不过来这个弯 周小斌虽然是周大老板的儿子 但是二位领导 那周小斌也不能这么样 去丢周大老板的脸吧 当着众多银的面 去打我一个弟弟似的 一把唧唧的耳光着 这说出去根本就不好听 这二叔领导说 你如果一直有这个怨言 你可以等我们俩回到流宁西洋 你带着证据 去举报周小斌 我们也会处理此事 但是至于周大老板会不会处理你 那我们也没法决定 这边就是让你张静强妥协 别跟素玉辉散来一起了 这边二叔领导说完话也说了 葫芦岛这个事情 暂且已经解决了 你张静强 我们俩好话已经说尽了 你好自为之吧 我们先回沈阳了 当时二叔领导也就走了 这边到车上以后啊 二叔领导觉得这个事 办得很完美 当时要回沈阳吗 给周小斌打个电话 就告诉周小斌 在葫芦岛这个事 那个要你受伤 遍体鳞伤的也已经开除了 这边呢 这个阿世布一把 王立科也已经处分了 还有这个白道一把张静强 已经给拍护住了 但是说实话 他还是有点内心不服 因为你周小斌 把他当众给打了 这样吧小斌 我们也马上回到沈阳了 你也离开葫芦岛吧 这边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再一个你跟张静强 去见一个面 毕竟小斌呢 你不能老是依托 你爸爸周大老板 换句话说 你别老给你爸爸也事了 这边呢 你要用自己的方式 去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俩好嘎一好 毕竟你给这也是葫芦道白道一把 张静静心里造成了一定的阴影 你去化解给对方的一个台阶下 相信会原谅你的 就是说 不要依托周大老板 但是你去给对方台阶下 对方也会依托周大老板 去原谅你的 周小斌当时 一听 有道理没毛病 毕竟在葫芦岛 他是葫芦岛的天 说 二叔领导 我知道了 我周小斌非常感谢你们俩 能在百忙之东到葫芦岛 帮我解决事情 而到沈阳一定会登门拜访 二叔领导当时说 小斌啊 到沈阳了 就是你的家 这边你看 也是互相道别了 这边也就挂了 这个时候 二叔这一看 周小斌这个事 办得很是满意 至少周小斌很满意 那么必须 苏鸿章 辽宁政法一把 要把电话 打给 之前早上 让他办 来到葫芦岛办周小斌 这个事的周大老板 你看 他殊不知 这个周大老板 是渔刚给模仿的 但是他要 回这个消息 还是要打给周大老板的秘书 渔刚吗 这边在下午两点钟 就把电话打给了 渔刚 说这个 于秘书 我是辽宁政法一把 我叫 苏鸿章 说这个 早上的时候 周大老板 让我到葫芦岛 把这个周小斌的事 给处理一下 这边 我们已经处理好了 这个 这个 辽宁 组织一把 苏树林 也跟着来的 非常的 对这个事 非常的 上心 那个 麻烦你 转告 如果可以的话 让周大老板 接一下电话 毕竟你 这个时候 都给秘书打嘛 这边 渔刚 当时这一天 那早上我模仿周大老板的 渔刚 老瓜 这么一转 这个 这个 苏鸡鸡啊 这边呢 我们周大老板 也一直在等你电话 说是接到辽宁政法一把的电话 马上 也要接你电话 这边 也是不巧 正在开会呢 这样吧 大约 半个小时 我回给你 周大老板会跟你通电话的 这边 书红章这一听 那好了 麻烦你 渔秘书了 啊 没事 啪啪这么一挂 这边 渔刚啊 你看 可这边 酝酿了 怎么说呢 当时 酝酿了半个小时 渔刚 随即又拿起自己秘书的电话 回给了 这个辽宁政法 苏鸿章 以模仿秀的形式 模仿周大老板的声音 大背头一说 当时说到 鸿章啊 这苏鸿章这一听 果然是周大老板 这声音都有穿透力呀 压迫感 领导 我在 您请指示 您说 这样啊 小斌在葫芦岛的事件 让你费心了 领导 哪有啊 分内只是应该的 当时苏鸿章 也有必要提一下 这辽宁 组织一把 苏树林 苏树林 跟旁边一捅过 提我呀 这个 组织一把苏树林 也跟着去了 对这事件 非常的丧心 我们也在葫芦岛 帮周小斌解围了 把葫芦岛 谁谁都给处理了 当时 鱼刚模仿的 周大老板的声音 继续说到 苏鸿章 你的个人办事的能力 非常的优秀 啊 这个苏树林 额额的表扬 这样吧 以后呢 我会重点的去 关注辽宁的政法 就是说 以后你 苏鸿章 就是要往这个 全国政法这边提拔了 就我退休以后 你就上来 就是给你画这个大饼呢 鱼刚给他画呢 当时 这苏鸿章这一天 感谢领导栽培 感谢领导提拔 这边说 你也不用过多的客气 我这边也跟小斌通过电话了 小斌在在辽宁 有什么事情 我也跟小斌说了 他在辽宁 有两个好叔叔 都姓苏娃 这边之后 小斌 再在辽宁 有什么事情 你们跟他 直接通电话 也就不用打给我了 毕竟有事情的情况下 多到北京 走上一走啊 多上北京来 来一来 当时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重点的培养你俩了 这苏鸿章 瞅着苏叔 林当时一点头 是 那个 周大老板 对 辽宁有两个好叔叔 都姓苏 小斌的好叔叔 就是我俩 这边 你看 鱼刚也是把他俩给派护住了 也是给周小斌 在辽宁 又整了两个后盾 坚强的后盾 给派护住了 这边把电话这么一挂 你看 接着 咱们转到四角 周小斌这边 在这个 葫芦岛的国际大酒店 正休息呢 这周小斌这么一看 电话响了 谁打来的呢 在下午三点钟 这个全建集团董事长 肃于辉打来的 肃于辉这么一接通电话 肃于辉说道 周小斌 在天津呢 你差点就玩废了 在葫芦岛 你也是遍体鳞伤 玩得很累 既然你很累 就要休息 晚上呢 到葫芦岛的万家灯火 娱乐中心 如果你敢去 我肃于辉就会让你一直休息 周小斌这么一听 我肃于辉呀 我希望你拿出你的诚意 你的成绩 以及你的社会 你不要再跟我耍阴谋诡计 也是葫芦岛 也不可能再帮你了 这样 正如你说的 万家灯火娱乐中心 十点钟 万家灯火 万家料 我会让你 苏于辉 提前 看到自己的鬼样 你看接下来 周小斌 跟苏于辉 怎样展开火拼 咱们下集 见